马路上车来车往 一辆大卡车突然重心不稳 往左侧一偏 冲撞上分隔岛 一旁路灯整根倒在地上 现场扬起阵阵粉尘 车祸现场整辆车横躺在马路上 后方车辆动弹不得 地面上全都是卡车碎片 一旁民众见状 也随即上前关心驾驶状况 太弯了 最近没有检骚 先撞到那支电飞跳 新鲜场面就发生在22号上午 新竹市西兵路一段 与延平路三段路口 一部连接车疑似因为车速过快 由北往南开在转弯处翻覆 紧销货报后 随即在上午10点多抵达现场 并试图将车内一名 77年次阳性驾驶救出 但因车体变形抢救困难 前后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驾驶才成功脱困 紧急送医后 目前生命争相稳定 而其实这个路段 刚好是台61快速道路 过去因为征收不顺利 导致路线变更 于省到15号成为贡献路段 当地民众就表示 事发路口呈歪字形 又带点转弯幅度 许多大卡车 原本从台61快速道路 高架路段来到贡献路段后 就变成开在平面上 不仅容易忘记减速 遇到多个路口 也增加车祸风险 不过马路上 车子撞上分隔岛的情形 也在花莲出现 远景上前查看 一辆休旅车 22号凌晨 行进台9线 168.3公里处 北上车道 撞上分隔岛 还撞断红绿灯杆 远景获报后 立即到场 驾驶酒测值为1.08 严重超标 警方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 寒送侦办 原来这名赖姓驾驶 与友人聚餐后 准备回家休息 到底怎么会开着开着 开到偏离马路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 TVBS新闻高志宏 陈世民杨琪 新竹花莲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